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TENDEN CIDA是負二 所以CIDA在第一向線 可能在第二向線 可能在第四向線 那3CIDA大一點的話 CIDA可能在第二向線 可能在第一向線 所以結論的話 CIDA在第二向線 這是R分子Y 就看Y坐標 這Y坐標大一點 這是看什麼 看這個 Y坐X 現在Y已經大一點了 Y就要大一點了 所以X就小一點 Y大一點就小一點 所以在第二向線 在第二向線 第二小題 CI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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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以可三形大 等於多少 三形大就是R分子Y R的話呢現在是多少 X平方加Y平方 這個可以寫成1分子乎2 X是負的 負1分子2 所以 所以 根號是多少 X平方加Y平方 根號 那分子呢 3 3是2 那乘以多少 根號5分子R分子X X是負1 所以這是5分子負2 所以答案是5分子負2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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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 X X